到诡异仙中的安慈安究竟是个怎样的门牌 他又为何如此肮脏混乱 今天002就跟大家聊聊到诡异仙中真正的名人正牌 安慈安 安慈安是坐落于横华山上的一座尼姑庵 里面住的尼姑大多都是在山下走投无路 被迫出加维尼的女子 比如主角初次上山时见到的一位胖尼姑 他便是因为自家男人死后被村里人各种欺慕 实在活不下去才上了山 毕竟安慈安实在是太脏了 根本没人想来这里当尼姑 安慈安信仰掌管腐烂天道的私命无够罗汉 他们修炼功法的方式很简单 只要不断制造腐烂 就能躺着长经验 因此安慈安的尼姑们从来不洗澡 身上的轻衣都穿成了黑色 更恶心的是 这些尼姑还喜欢囤积食物暴饮暴食 即使食物腐烂了也要连吃带兔的甜进肚子里 正因如此 安慈安的尼姑们都胖得跟猪一样 最年长的静心失态由于太长时间没洗澡 甚至已经全身生了虫疮 在这些尼姑们的努力下 腐烂功法自然是练好了 可整个安慈安也被一股强烈的臭味笼罩 再也没有香客愿意来供奉香火钱 更别说来安慈安出嫁当尼姑了 然而这些并不是安慈安恶性程度的下限 由于太长时间没有香火钱供奉 贫穷的尼姑们便积极地养起了猪 但他们不想花钱买饲料 而是把猪圈盖在了厕所后面 一把屎一把尿地把猪喂大 再把这些猪卖给山下的村落 主角李火旺初次上山时便被这种养猪方式惊呆了 从此再也没有吃过猪肉 不过虽说安慈安是盗鬼世界中肮脏的地方 但这些尼姑却拥有盗鬼世界中最干净的心灵 他们贪吃贪睡贪银子 但他们有做人的底线 主角李火旺是盗鬼世界中罕见的星宿 而星宿正是所有势力眼中行走的天才地宝 名门正派郑德斯追杀主角 宝家为国监天撕炼至星宿 山野邪修更是把星宿当成了大自然的馈子 只有安慈安在发现主角是星宿后依旧以礼相待 而当他们得知主角想要解决身上的半仙师傅担养子后 整个安慈安的尼姑舍命相救 静心失态甚至付出了几十年修来的功法 而代价仅仅是一车银子 可对于这群修行者来说 银子是最不值钱的身外之物 对比盗鬼一先中的其他势力 安慈安无疑是大善之敌 但在这个疯狂的盗鬼世界中 即便善良也显得如此混乱 如此一个外表丑但内心善的安慈安 你爱了吗